OK嗎? 那我們第一個要做的是Lockman Test 看看是不是有Antero-Cruciate-Ligman Injury 那我們這身大腿跟小腿抓住之後 腻在Flexion大概二三十度 我們稍微做個前拉的測試 那這邊如果明顯有Lexity 我們叫做Lockman Test Passive 那接著我們可以延伸讓它能腻Flexion 90度 我們做在這裡 然後呢 來做一個往前拉 看看Femur跟TBR會不會鬆掉 或者可以這樣摸著 勾著 往前 再放後 那這是Antero-Draw 如果是PCO斷掉 我們抓著是往後推 看看是不是有Cruciate-Ligman Injury 那另外如果PCO斷掉 甚至它從外觀看過來 TBR-Tibrasis 相對於Patella會往後線 那平常從外觀側面看過來 這邊會比這裡往前凸 0.3到0.5公分 如果你摸到是平 或者它是往後線 我們叫Posture Set 所以這是我們看PCO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 外側跟內側的韌帶 所以我們可以有兩個測試的角度 一個是Full Extension 一個是Flexion 30度 那Full Extension 我們這邊做一個主力 這時候Foot固定住 Ankle固定住 這時候我們做一個 這樣子 往外的Velgus Stress 來看看內側韌帶是不是受傷 相對的 這邊 內側固定住 做一個Velgus Stress 或者這樣子固定住 都可以看看這邊會不會有Opening 這是零度 那第二個要做是在Flexion 30度一樣 Velgus 或者Velgus 看會不會有鬆開 那這個意義待會我們再跟你們說 好 那接著另外一個要看的是 針對MENISC要做的 那MENISC會在 我們的FEMA跟TBR之間 所以我們做法是 手可以放在Joint Line的地方 我們它的腳 做Flexion到Essension的過程中 輪流給予可以Compression 跟Rotation的力量 那去感覺看看是不是 他有明顯的聲音 或者痛點 出現在關節的內側 還是關節的外側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是不是有 可能有 敗亂骨的損傷 這是針對MENISC來做 那最後我們要做的是一個 針對Patella的Stability 跟Tandromalacia 那Patella有時候 受傷過 有可能會往外Select出來 所以我們讓他腳在Flexion 大概30度左右 由內 往外 推出來 如果他會 往外Select出去 或甚至Dissokate 就是有一個Instability 那甚至病人會覺得不舒服 會跟你抗拒 那另外也是針對 Control Malaysia 我們讓他做一個 骨四頭肌的收縮 來 繃緊 對 放鬆 在這個動作 我們手輕輕的 放在Patella的上緣 輕輕扣住 但是不要太用力 這時候讓他的骨四頭肌 做一個往上拉 收縮的動作 來 繃緊 放掉 再一次 來 繃緊 對 如果這時候 因為我們加壓之後 他的Control Pressure增加 而底下出現疼痛 就是Apprehension Test forCountrol Malaysia Positive 好 謝謝